以前的F1赛车VS现在的F1赛车 它们在外形上的最大区别 就是多了这个形似人自托的设计 这就是F1赛车的Halo安全保护装置 这项技术已经就过了无数车手的性命 比如在2020赛季巴林大奖赛 格罗斯让冲出赛道 撞向了防复兰 还有2021赛季意大利大奖赛 维斯塔潘与汉密尔顿的碰撞事故 再加上2022年英国大奖赛 周冠影的金屯一撞 这个曾经被很多人视为异类的人自托 已经一次又一次地 在各种各样的惊险时刻里 成为了真正守护车手们的生命光环 也正是Halo强大的保护能力 在每一次生死时速的较量中 让F1赛车更加的精彩 也更加的安全